量仔 此生必学的排球小技巧 带口传球角度 遇到像这样的带口球时 如果直接瞄准进球点传 结果传进后并不好打下一颗 由于带口球的进球范围很大 打左边也能进 打右边也能进 所以只需要传后一点 目标球也会进 下一杆更容易击打 带口解球 遇到目标球在带口 所有正常解球线路都被阻挡时 就可以利用带角反弹进行解球 先用中杆瞄准石板与带角的交界点 用中杆小力一推就可以了 带口借球 遇到这个球形 新手可能会很高兴地将三号球直接打进 可下一秒就蒙圈了 黑巴怎么打 正确的方法是 用三号借九号下 瞄准九号右侧一半的位置借下 白球还能自然地走到黑球的位置 这才是高手该有的样子 带口走位 遇到带口球想要走位 新手往往会使用高杆 但高杆越强烈 白球越走不上去 因为打进球后 白球会很快碰到库边被反弹 高杆的旋转反而让反弹的力抵消了 正确的干法是 用中低杆击打目标球一半的位置 这样就能很轻松地吃两度后 叫打黑球的位置 下车